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粥粉面粉还有干炒牛海 还有香粉的咖喱 第一个牛腩很漂亮 第二个汁也是 我吃这么多咖喱 很香很香 很辣的 这个咖喱辣的 好咖喱辣的才能吃 所以问题都要辣的才能听 我想问你 医管局 这么多医疗事故 是否员工压力太大 老实说 WHO都说每10个incident 10个case 1个是undecided income 其实香港比起全世界是低的 我们当然跟好的比较 不是说你没有人那么坏 你就不用负责 我的意思是 其实我们的医疗水平 全世界是很好的 当然全世界都有事情发生 譬如我们每年有2千万个症 每一个症里面 很多地方都出错 由你进来登记 到你看医生 打针 配药 严血 当有人手的时候 真的有机会出错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直推广 一个叫做just culture 就是怎么样 如果错了 大家去分析 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这件事 这样一路路不断改进下去 不过就算我就算有时候去政府医院去看 我都感受到前线员工的压力 真的很大 那个投诉文化又非常之厉害 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 现在我们每年大概收到2千个投诉 但是赚的那些是十几十倍的 不过很没办法 报道的通常都是比较负面的 最重要的就是不断想我提 不断地说就是这个people first 就是以人为本 就是怎样令员工继续努力 要小心走到一辆区别的医院 现在需求高了很多 譬如以前你给什么医生给什么药 没有人问的 现在已经在家里按键键 新药定旧药 新药定旧药是什么药 有什么差的效果 是啊 所以没办法 真的 不过实际说 我是不觉得我们是一对很优秀的医院 虽然我想可能有些人觉得 但是我想去过公立医院 住过我们医院里的人 都会觉得 非常优秀 一百元一天全包 就算你找到饭上搭和你换肝 都是一百元一天 你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哪个城市 可比十几百岁上有这样的服务 但我们怎样可以为前线的员工 打气或者令到他们的压力 即是实际一点的 实际一点的 其实 当然 你说是人工 所以我还说 有一个很清晰的career path 知道我以后做到的做成点 有一个fair culture 即是just culture 所以我常常去医院 和他们聊天 即是不会打气 和他们聊天 最重要的是一个 所谓以人为本 就是承认 就是大家尊重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我常常跟那些sene executive 说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y thank you 我们太多时候 是自为 即是take it for granted 但你和他们做些事 不是一定要做的 一句thank you 是令你的人心里 比较舒服的 是要欣赏他们做的 Appreciate 人都是这样 我一定会将你这句thank you 的说话 告诉香港医疗的员工 即是thank you 是的 今天非常多谢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